新闻脱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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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蔡某基本上不怎么出门 居住地进行搜查 当场查获的这下设备有一套 包括有摊台打印机 还有电脑 也有成品的假火车票 一共是40余张 半成品的假火票 25000余张 目前蔡莫已经被武汉铁路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咱们的讯着火车票 咱们在这儿本来的儿童谊 所以过于低廉的票价一想就有问题 所以在这儿咱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火车票 是 顺利下 我们先来再来说一件 差点酿成悲剧的事件 冬天呢 取暖 公然重要 但是安全这根小儿 咱也必不可少 特别是取暖用品 一定要时刻关注 不用您就把它关了 要不然生命随时 可能面临着风险 对 我们要说的是 12月11号这一天 四川省八中市平昌县 享泰小学二年级四班班主任 李娜老师一早到校区后 就开始清点当天上学的人数 点了这一遍名 她发现班里边少了一名同学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微信时代 微信群聊 李老师就在群里边 联系了这位同学的家长 可是消息发出以后 也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对 李老师是一个细心的人 他记得这名同学的爸爸 一直是在外打工 奶奶跟他相依为命 然后就给奶奶拨通了电话 但是同样也是没有人接听 随后李老师还在同事的陪同下 在周围的工地 超市小吃店等地方 仔细地来寻找 也没有发现这名同学的踪迹 对 那这个时候 李老师就警觉起来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 在把情况汇报给校领导之后 学校组织了几名教职员工 向这名同学的家里赶去 并且联系了镇派出所 在赶到该同学家以后 李老师发现 怎么叫也没有人答应 而且屋子的这个门窗紧闭 只能先破门来看看情况 就在大家伙破门而入之后 有一股浓烈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 而没去上学的学生 这个时候正歪倒在床上 旁边还有他的奶奶和姨婆 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煤气中毒了 很快120把这一家三口 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 晚幸晚幸啊 据接诊的医生介绍 要是再晚来半个钟头 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现如今的三个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不过还留在医院观察当中 对啊 据已经清醒的这名同学介绍说 其实头一天晚上 一家人是通过煤气炉取暖 取暖之后 他已经提醒过奶奶了 说睡觉一定要关掉煤气炉 但是应该是奶奶催促大了 就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这儿也多亏了李老师的息息负责 让这家人保住了性命 咱必须点一个赞 我们在这也要提醒所有人 就是冬界取暖 这个安全绝对是一件大事 特别是南方没有暖气的地方 我们的取暖方式 尽量用比较安全的办法 明火取暖 煤气炉这样的设备设施 能不用咱就甭用 烤火避开窗 先这个关窗先灭火 这句话是一个常识 是 说等一下 我们先继续 数一数日子 2018年真的已经接近尾声了 19 8 7 你这是干嘛呢 我这倒计时呢 我这个 算上今天 诸位啊 再有10天 2018年可就真的就翻篇了 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翻篇了 2018年就剩9天半了 是吧 就2019了 对于我们上班的大人们来说 年底可能就意味着加班 改任务 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 每年的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懂 自然又到了期末考试 突击复习 熬夜被提的时候了 对啊 晚上睡不着 白天醒不了 就是很多夜猫子 都是这样的生活写照 这不吗 有关于大学生失联 这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 当然除了失联也得失眠 失眠 失眠 对对 有研究机构的数据调查显示 大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 15%的大学生 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 1%的习惯熬夜 17%的大学生 反映睡眠质量差 77%有失眠的问题 那造成失眠的主要因素是 压力大焦虑紧张或者担忧 对 其实我们从入睡时间来看 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 他们通常是在零点之后入睡的 熬夜已经成为日常了 别说我这生活规律啊 好像和大学生朋友的很贴近吧 这是不是说明 我老杨还很年轻啊 说明岁数大了 不需要睡那么多觉 熬夜不睡觉的大学生 他们都在干嘛呢 咱们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 第一条 这个我太理解了 说得对 明明是手机不让我睡 来来来 第二条留言是谁写的呀 你站出来 我肯定不打你 这话说的太气人了 你给我出来 他是这么说的 白天关注养生 了解人类极限 贪生怕死 惜命如今 夜晚注意最好的剧 聊最嗨的天 毫不畏惧 誓死如归 誓死如归 多大力颖然的词 就是回你这儿了 评论可能有一点片面 咱们再从数据上来看吧 具体来分析一下 零点之后 入睡群体的熬夜原因 我们就可以发现 熬夜进行线上娱乐活动的 这个75%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可见手机啊 电脑啊 他们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 对啊 明明是手机不让我睡嘛 那第二跟第三位的原因呢 就分别是为考试做准备 或者是赶功课了 这个比例占到了27% 包括宿舍卧谈 卧谈是占到了22% 而且在被调查的群体当中 有17%的大学生认为 自己睡眠质量差 有将近四成认为 睡眠质量一般 其实呢 这个不同的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身体素质也存在差异 睡眠时间晚 时间长短 并不一定会造成健康问题 您看我 每天我的后背也三四点睡 我的体格不也刚刚的吗 但是如果熬夜的话 睡眠不足的同时 也会感到睡眠质量差 或许就应该敲响警钟了 你比如说 在被调查的大学生当中 有77%的人 遇到失眠的问题 这其中经常失眠的 会占到17% 失眠对大学生的前三位影响 包括精神状态不佳 容易疲惫和学习效率降低 那么另外 30%的失眠群体呢 表示自己出现脱发的症状 年纪轻轻就脱发 想想这有多可怕 你就没有觉得自己头发尖少吗 这个回家不行 我拿块姜我蹭蹭 其实你知道 人的最佳睡眠时间 小孩是10个小时 成年人是7个小时 而且一般11点之前 入睡是最好的 那如果以每天睡眠 8小时计算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睡眠的好坏 与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睡觉这事儿 可千万别马虎了 好了 说等一下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印象40 我眼中的改革开放 那今天呢 我们的新闻的主人公叫做张哲 他是辽阳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的队长 他指挥参与 侦破重特大案件上百起 改革开放以后 他经历了公安机关 从汗水井屋到智慧井屋的飞跃 也经历着从一名普通派出所民警 到禁毒战线长盛将军的转变 我们去认识一下 研究他的手机通知号码 研究它这个车辆的行驶轨迹 上线是我们毕临的一个城市 解剖它这个箱子货车 查获了50公斤冰毒 它的焊液 它的指纹 焊板 留在这个货上了 那么这里只要我们找到极小的一部分 就可以认定人身 这就是DNA技术的使用 更搞笑的认定犯罪 认定犯罪嫌疑人 像以前这都根本实现不了的 我是91年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的 在派出所工作 当时就是包括户口本都是手写的 没有对象记忆 当时我记得我们随身带的 就是戴着手铐 戴着当时使用的五四艘枪 就是十几公里 二十公里甚至 骑车车去抓人 抓到了以后 把它扣在自行车上 骑车车来带回来 当时没有110 我们巡警 就专职出警的这个队伍 五分钟就要赶到现场 其实我坚持在写一本侦查杂技 我这里侦查杂技里记录的更多就是不完美的 遗憾的 破获不了的案件 当时就想如果要是有一种更高的科技手段 认定这个过程 认定这个人 那么这个案件就不会遗憾 那我交给你 扫不出来的货质 二十再二五 对吧 因为改革开放才有各个领域科学技术手段的提高 破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感受到了辽阳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愿意做一辈子警察 继续守护这片热土 我愿意做一辈子警察 继续守护这片热土 一句话包含了张哲对警察这个职业的一片深情 如果说警察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 那么缉毒警察无疑是距离危险最近的人 正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 他们时刻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其实像张哲以及千千万万像张哲一样战斗在第一线的警察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向你们致敬 好了 下边是一组说天下的最新消息 说21号CBA联赛第22轮迎来焦点战 领头羊广东队与卫冕冠军辽宁队在沈阳展开了一场热博战 虽然广东外援魏姆斯独得40分 但进攻点更多的辽宁队还是以106比103取得联赛11连胜 说今年前11个月辽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去年全年 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贸易2936亿元增长5.9% 进口贸易3936.9亿元增长16.6% 说辽宁新材料工程中心将建立精准服务制度 根据企业需求助力企业与科研院所上下游产业联络沟通 打造重点企业专职服务工作体系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说日前 沈阳卫纪委展开百人进百院促进民营医院 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启动大会 全市149家民营医院将获得市卫纪委 其市属医疗机构领导干部的对接帮扶 拥有专属的帮扶员和监督员 说近日 大连海关联合南宁等地海关 打掉一个走私犯罪团伙 查证涉案动牛杂 动鸡爪等动品约2700吨 出估案值约1亿元 说近日 大连的李喜刚在自家承包的水库里捕鱼 网得一条长1.5米 种64.1斤的大年鱼 专家说 种60多斤的大年鱼非常罕见 至少生长20年以上 目前这条大年鱼已被放生 说 大连50岁的王先生最近因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 医生从他的肺部洗出7000毫升牛奶酱的液体 经诊断 王先生患了罕见的肺泡蛋白沉积症 医生提出 呼吸困难要尽快就医诊断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 周天下 光影40年 改革开放40年 见证时代大变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走进2012年的光影世界 在这一年我们选择的影片是由王家卫指导的一代宗师 王家卫导演的影片呢 数量不多 但质量上乘 比如电影《阿飞城传》《花养年华》到重庆森林2046等等 作品数量不多 但步步都是精品 都值得观众们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也愈加难忘 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 越角越有味道 而当年的那部《一代宗师》更被誉为是经典中的经典 《一代宗师》的放映时间是2012年 但在之前呢 王家卫酝酿和筹备这部片子是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是啊 八年筹备 三年拍摄 据说当时的主演梁朝伟已经等待的几乎绝望 但最终王家卫呈现出的作品没有让人失望 《一代宗师》是一部记载体的武侠电影 片中的每一句台词都包含着武学的内涵与修养 并通过以文说武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中中国武学完美结合 而《深藏不露》却永远是江湖梦的主题 从清末到日本入侵 几个人从北向南漂泊 看似是宗师的命运 实则是一代人的命运 更是武林走向没落时期所呈现出的江湖人缩影 影片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主角叶问和龚二的命运 在第一幕剧中的龚二与叶问已打相识 镜头语言的运用最是让人回味 剧里是主角在打斗而场控着每一个镜头运用的导演 更像极了一个有着深厚功力的武林高手 不急不缓 恰到好处 抓住了眼睛 也抓住了心 这种功夫不留于表面 而是切切实实的一朝一世 华丽又真切 特别是在金楼之中龚二与叶问的打斗戏 气氛和萌生的情愫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局者如梦如痴 旁观者如痴如醉 而到了影片结束两个人打破了几十年从未表白的情愫 在某一个黄昏 当龚二一字一句地说出深藏在内心多年的心愿 那一刻不得不承认每个观者的情绪也被推向了最高潮 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 是我的运气 可惜我没时间了 想想 说人生无悔 都是赌情 モ pills 居不得不承认 有没有 PM 我今天为大家看是一切 那种方式的一个人 我的心仓在那里 然后也那么近 你觉得我喜欢 噓射手 这种方式的方式 就像山轮 它就像山轮 那样 它就像山轮 一样 那种方式的方式 那么健康 你多保重 这部电影是张子怡多年演艺生涯中的顶峰之作 龚二真的是被他演绝了 十年磨一剑 大格局 大情怀 小情绪 这么认真细腻的电影 真是难得一见 是啊 在浮华的世界里 守住自己的认真 用匠人一样的精神来打造电影 所留下的作品也必然是可以回味无穷的 而回顾2012除了光影世界这部大的电影 在航空航海等科技领域 还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事 比如神舟九号飞船在那一年成功发射升空 三名宇航员组成了神九飞程组 执行了中国首次载人交汇对接任务 是的 在这一年我们辽宁号航空母舰 也是正式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我们的交楼号载人潜水器下潜7000米级的海事成功 这一年三年一改实现阶段性的目标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部覆盖 十八大完成换届并提出新的发展目标 我们的国家真的是每一年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们关注着并且切身感受到他一步步的成长轨迹 那今天我们的光影故事就是这些 这部分呢我们明天再继续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接下来关注中国足球 在中国足球界谁要是买下哪个足球俱乐部 大家会一定会说谁谁谁实力太强大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足坛特别是中超联赛 就是一个烧钱的游乐场 尤其是那球员的薪资能占到俱乐部开销的七成左右 赢球给钱打平给钱 就是没什么作为也一而拿着丰厚的年薪 这种制度一直在被球迷们诟病 而如今足球改革的政策落地了 20号中国足球在上海正式推出了中超联赛 单赛季投资总额 以及球员薪资最高限额等相关规定 根据这个最新的规定 从2019赛季开始 中超联赛未来三个赛季内的俱乐部支出 投资人注册亏损薪酬以及奖金 都将实现现额 同时把此作为各俱乐部的准入标准 未来三个赛季也就是2019年 2020年和2021年 咱们就拿2019年为例 新规要求每家中超联赛的俱乐部的支出限额 要在12亿元以内 而其中球员的薪酬总额不能超过65% 投资人的新注资不能够超过6.5亿元 俱乐部的亏损限额不能超过3.2亿元 那么接下来的2020年和2021年 这几个数字还会继续地递减 2020年每家中超俱乐部的支出限额是11亿元 而2021年则递减为9亿元 球员薪酬方面 2020年是不能够超过总额的60% 到了2021年就不能够超过55%了 还有投资人新注资方面的2020年不能超过5.6亿元 2021年则不能超过3亿元 俱乐部的亏损方面 2020年的标准是不能超过2.9亿元 2021年就缩减到了不能超过2.7个亿了 另外在这个球员薪酬方面 除了不能够超过总额的限制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比如国内球员个人薪资最高 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 参加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 最多可以有20%的上幅 中超俱乐部的赢球奖金 全年不得超过300万元每场 凭球奖不能超过100万元每场 一旦有俱乐部违反上述规定的 中国足协将会给予相应的处罚 比如说俱乐部将被处以限制 引员罚分等等 可以说这个新政的推出是 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的 现新政策和俱乐部投入标准的 首次量化设限 相关政策共涉及到俱乐部的 注资 薪酬 奖金和转会四大领域 被业内称为是四大帽子 那么足协为什么要对俱乐部 开出如此严格的限格呢 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今年年初 我们相继到了37家俱乐部调研 大家一直反应 好像开销太大了 我们就提出首先 俱乐部要把自己的经营搞好 没有收入 你怎么会坚持的下去呢 那么在这样一种思想下呢 大家都很自觉的 就感觉我们要有要做的理性 就我们联赛要精彩 联赛不精彩不行 但是我们投资的要理性 投下去以后要有好的效果 投资要理性 投下去之后要有好的效果 这个话讲的没错 回想七年前恒大年投入五个亿 便可以称霸中超 七年之后恒大年投入约二十亿 但也仅仅是争贯的水平 而作为恒大王朝的终结者 自上港集团入主球队以来 总投入超过了六十亿 平均年投入将近二十亿 亚贯级别的球队当中 今年的投入也是超过了十亿 而这其中万元动辄上亿的年薪 国内球员上千万的工资 成为了俱乐部巨大的支出 这些数字很是惊人 所以球员现新的俱乐部 投入封顶等措施 已经是势在必行 而这次新政当中 财务约定指标的出台 就是中国足协 跟各家俱乐部 共同认定的结果 另外新政还对俱乐部的 阴阳合同问题进行了规范 具体会如何操作 一起来听听中国足协 副秘书长的解读 合同在中国足协备案 我们将逐一审查 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查组 对所有合同备案 球员举了不有义务 把在中国足协备案合同 和球员的合同 保证是一致的 如果说没有备案的合同 就视作阴阳合同 不受行业保护 同时对这个相关责任方 要进行处罚 在今天三月一号前 就是这个转会注册窗口 关闭前 要向我们备案 局部实用的各类的银行账户 特别是专门的银行账户 支付球员薪酬奖金的这个账户 我们要加大监控 不能用现金来支付 完善的制度 加上严格的监管 相信会在未来的三年时间当中 被不断疯狂烧钱的中超足球 去降降温 其实将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财务状况 纳入到监管体系当中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 并非独创 在欧美日韩等国的 这个足球职业联赛当中 都有相关类似的规定 希望俱乐部跟球员 都可以正确看待这件事吧 因为作为球员 其实无论薪资如何变化 都应该把球提好 好让更广阔的市场 认识到自己的水准 好嘞 说到下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 匈牙利泳谈的铁梁子霍斯祖 这霍斯祖可太厉害了 非常之拼 据说他曾在单战短持世界杯上 爆了15个项目 最多拿过10个冠军 曾在九战比赛 狂夺73023银九筒 收获奖金38.6万美元 因此被称为抢前姐 对啊 那在刚刚结束的杭州市井赛上 霍斯祖也是爆了8个项目 最终赢得了4金1银 这届市井赛 一下子有9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可谓是波澜壮阔 据说破纪录有奖金 也是刺激因素之一 那是一定的 对于霍斯祖这样的抢前姐来说 奖金也是动力啊 其实本届市井赛看似平静 实际上国际泳联正遭遇着暗涌 那就是匈牙利铁娘子霍斯祖领衔 控告国际泳联 够了 杭州短持市井赛前呢 这个注册媒体都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邮件内容呢 是匈牙利游泳名将霍斯祖 与另外两名游泳运动员 已在美国提起诉讼 控告国际泳联 这件事情源于意大利泳鞋 跟国际泳泳联盟创办的一项赛事 由于主办方称 将为参赛者提供丰厚的奖金 所以吸引了不少国际知名选手报名 但是国际泳联发出警告说 如果选手参加 没有获得国际泳联批准的赛事 将被禁赛两年 所以抢前姐就不乐意了 抢前姐是去年啊 跟这个国际泳联干上的 在布达佩斯游泳市井赛前呢 这个霍斯祖曾经宣布成立 全球职业游泳运动员协会 以此表达对国际泳联 修改世界杯 短持游泳系列赛 参赛规则的不满 因为当时国际泳联规定是这样的 就是每名选手在美战比赛当中 最多只能够参加四个单项比赛 这个就直接影响了 很多知名选手的收入 在杭州市井赛 最后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际泳联执行主任 马库勒斯 库啊 这番挺长的名字啊 国际泳联 他表示呢 国际泳联一直致力提高 运动员的收入 保障其权益 随后呢 马库更加宣布 国际泳联计划在明年 举办一项全新的名为 运动员巡回赛的比赛 美洲啊 欧洲啊 和亚洲啊 各种一战 亚洲一战呢 已经定在中国进行了 奖金约为350万美元 有舆论认为说 这个是国际泳联 提升运动员收入 改善与运动员关系 日趋紧张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就觉得挺对的嘛 对不对 你像短时世界杯这样的比赛 还是应该鼓励 优秀选手参加的 你有本事 你就拿钱呗 拿奖金呗 限制报向的 不一定合理 还是应该从鼓励运动员的角度 来出发 毕竟高手多了 这夺冠难度不就加大了吗 对不对 奖金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 如果能够鼓励 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 参与竞争 那这个对于运动成绩 肯定会有帮助 对于游泳本身来说 也是好事 对啊 但是国际泳联 它一直把控着 全球重要的赛事嘛 对一些有实力啊 有资金的企业 举办的大赛呢 进行封杀 不过大势所趋啊 提高运动员比赛 收入势在必行 你别给那么点钱 相信国际泳联 也是不得不让步了 这次国际泳联高奖金 游泳巡回赛 即将面世 抢签解 或死组 是功不可没 好了 我们关注完泳坛方面的消息 再来关注一下 影坛方面 天气预报 大家知道吗 天天晚上看呢 看完了天气预报 对吧 就提前把第二天 要穿的衣服搭配好 我这岁数大了 必须知冷知热 能不能仔细听我的上句 我说的是影坛方面的消息 电影的影 天气预报 你说的是那电影 天气预报 爆炸的那爆 我就说不出下联来 萧阳指导并主演的 那部贺岁喜剧电影 对 昨天电影天气预报 全国公用 一天的票房 就超过了之前一支 霸品的海王位居榜首 昨天傍晚导演萧阳 带着主创 还专门来我们沈阳 进行了宣传 昨天晚上导演萧阳 带着演员王小丽和 于云鹤来到沈阳 为影片天气预报 宣传造势 影片用喜剧的形式 讲述了自称 自杀干预大师的 心理医生马乐 与被贬入繁金的 风雨雷电四神 拯救世界的故事 萧阳将古代神话传说 当中的风雨雷电四神 巧妙地融入到 当下环境问题之中 使观众在观影爆笑之余 令人深思不已 我想去表达 就是希望天天变得更蓝一些 空气变得更好一些 然后也希望人内心的雾霾 能够驱散 我希望人有一个更健康的心灵 然后运用我们都有一个 更美好的干净清洁的一个大环境 近几年 萧阳在电影上成绩斐然 她在两部《唐人街探案》中 诠释了两种不同角色 在爱情喜剧电影《情胜》中 她所饰演的已婚中年男 更以鲜活的角色塑造 引人共鸣 赢得口碑票房双赢 但导演戏科班出身的萧阳 这十年当中很少指导电影 这次重拾老板孩 并在上映的第一天 就成为当天的票房冠军 年底大家确实需要欢乐一下 就是确实很久没有 这样的一个喜剧片 然后大家愿意想解压 然后走进病院 所以只能感谢观众朋友 真的是感谢全国的观众朋友 对于这部电影 萧阳可谓没少下功夫 请来长远 岳云鹏 小沈阳 王小丽 易云鹤等喜剧演员 让人瞠目结舌的 还有他们在电影当中的扮相 简直就是形形色色 记者同浩孙军报道 我怎么光看着这演员阵容 我就想偷着乐一会儿呢 我特别想看一下 他们的扮相是怎样形形色色 其实当初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通过那首小苹果 记住筷子兄弟 记住萧阳的 甚至有很多人以为萧阳就是唱歌的 那你就错了 人家正经的八年扣啊 北京电影学院美术戏比业 绝对的科班出身 能唱能演能编也能倒 对啊 眼瞅着就是新年了哈 想乐乐呵呵的为2018收官的 我们不妨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 18年没几天了 说得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接下来说一说刘德华 在演唱会上遇到的疯狂粉 哎呀 这演唱会啊 安保工作很重要 越是有人气的明星 越害怕有粉丝 空气不就他自己 对啊 这不骂 20号那天 在刘德华 宏馆跨年演唱会的第六场上 就出现了粉丝上台狂哭的意外 保镖迅速上台被制止 但是呢 却被刘德华去劝退了嘛 然后华仔不仅是护住了粉丝 还跟他拥抱了一下 并且亲自把这个粉丝送下了舞台 当时这个画面 这个举动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 下边呢 咱们跟大伙详细说说 为了这次宏馆跨年演唱会 刘德华训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当天是连续开唱的第六场 华仔精神满满啊 状态很好 对 就在演唱会 接近尾声的时候 华仔正在台上演唱那一首 一起走过的日子 可能是气氛所致吧 也可能是引发了共鸣 台下有位粉丝 竟然就一跃扑到了台上 现场观众惊呼尖叫 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刘德华的反应那真是超迅速 他没有后躲 反而是飞速向前 用手扶住了这个摔了的歌迷 单膝跪地用自己的身体呢 帮他支撑 稳住几秒之后 还询问歌迷有没有问题 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示安慰 对 歌迷也觉得自己唐突了 站起身来想走 那这个时候保镖 其实已经冲上来了 试图维持现场的秩序 但是刘德华怕保镖伤到歌迷嘛 然后就马上冲保镖 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 其实当时的情况挺危险的 刘德华走过的地方 是个两米多高的台子 两边空间有限 粉丝冲上来 如果撞上刘德华 那个冲击力两米多 很可能就得把刘德华 给冲下台去 对 其实这一点 现场观众都看在眼里 所以当粉丝扑到台上的时候 下面的观众都吓坏了 随后呢 华仔抱了一下粉丝 两个人搭着肩膀的 一起走到舞台边上 很多工作人员 都在那里边等候 华仔不放心的 又嘱咐了粉丝几句 这才又重回舞台 继续演唱会 不得不说 刘德华处理应急事件 真的是很有经验 能够这样对自己的歌迷 粉丝 哪有博爱的道理呢 其实刘德华身体状况 不算太好 之前坠马呢 在医院里边休养了半年 还在康复医院的 进行了为期两月的疗养 虽然现在身体是基本恢复了 但是后遗症还是有的 坐车的时候呢 最怕急刹车 停车的时候也很怕会追尾 这样都会对他的身体呢 造成影响 虽然说这次演唱会 是有惊无险 但也不会每一次都那样幸运 所以真的希望 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好嘞 下边是一组说点下的最新消息 说中央线下台预计 12月22号早上8点 至24号早上8点 我国多地气温将自西向东 接候下降6至8度 其中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北部 黑龙江中部 吉林东南部 山西北部等的相闻幅度 可达10至12度 局地12度以上 22号至24号 南方地区多阴雨 江淮 江汉 江南 华南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 等地有小雨或震雨 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说今天 2019年全国术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 全国术士研究生报名人数 强势增长 2019年报名人数达到290万人 较上一年激增52万人 增幅达到了21.8% 成为近十余年增幅最大的一年 也创下最高纪录 说针对霸坐霸铺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铁路公安局近期组织治安等部门 制定出台了旅客列车常见景情处置指引 从现场处置要求 基本流程 注意事项等进行明确 为规范列车景情处置工作提供指导 说广铁佛山铁路公安署21号通报 一名男子何某因晚到火车站 错过了乘车时间 将背包扔入铁轨并坐在站台边缘 最终何某被出以200元罚款 并被纳入乘车黑名单 说21号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卡塔尔国政府 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正式生效 适用于两国持有普通护照的公民 我国公民和免签入信卡塔尔 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 说随着麒麟长白山等地滑雪进入旺季 携带滑雪板等滑雪用具 其来的旅客日益增多 机场和航空公司提示 滑雪用具必须作为托运行李运输 旅客不能直接携带进入客舱 说日本政府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预测显示 今年日本国内出生的婴儿 为92.1万人 比去年减少2.5万人 连续三年低于100万人 是次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记录 说路透社选出 2018年度最佳太空图片 带我们领略浩瀚的星系 火星表面的蓝色沙丘 和联盟号飞船发射升空的精彩画面 以及尽显自然威力的太空视角 震撼壮美令人叹为观止 好嘞 我们接着来收听一下 接下来给大伙来说一条新闻的后续吧 前几天我们报道了在北京地铁二号线上 吃小龙虾的那位处理结果出来了 这事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 12月12号网上有人爆料说 下午两点半左右 有一名年轻的男子 在北京地铁二号线列车上吃小龙虾 本来在地铁上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它有味儿啊 它就有点不文明 这不缠人吗 但这还不算 他还把吃过的小龙虾的虾皮 直接扔在了车厢的地板上 而这期间旁边的乘客也劝过他 但是这名男子置之不理 地铁的保健员没有办法 只能上前打扫 而真名男子居然对保健员说 你就当锻炼身体了 这什么人呀这是 随后这名男子从二号线换乘地铁五号线 上车以后继续在车厢过道和座位上 边吃边扔这小龙虾壳 不管列车的乘务员管理员 和身边的乘客怎么劝阻都没有用 他甚至跟指责自己的人 撂下狠话 我吃东西扔垃圾不犯法 警察来了也管不了我 最后下车的时候 还把吃着小龙虾的塑料 手套呢 还有食品包装盒和酸奶瓶 故意地扔在车厢上 警察管不了你 这事你可真说错了 昨天晚上北京警方发布通报 经过连续工作 就在12月20号 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据调查涉案男子姓梅 今年28岁 照他自己的说法呢 最近因为我这心情不好 所以才有了地铁上 吃小龙虾乱扔这一出 他承认就是想恶心别人 让别人也不痛快 现在别人确实不痛快 但是你自己也要付出应有的代价了 你更不痛快了 美某在地铁车厢乱扔废弃物 且不服从地铁工作人员管理 肆意破坏公共秩序 现在已经因寻衅滋事行为 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乘车秩序和公共安全 需要咱们每个人共同来维护 这事不仅警察能管 还会坚决依法处理 这姓梅这小伙子 您长点教训吗 说了一下 我们今儿来说新闻 说还是说地铁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 出行都会选择 很方便很快捷的地铁 你只要穿上一张地铁卡就行了 我问你老杨 如果说你地铁卡里还有7块钱 你能坐几次地铁 小学一年几个孩子都会算 按咱们沈阳的地铁 最低票价2块钱 答案显而易见 三次 那不一定 在江苏苏州答案就是 一次也做不成 也就是说我那地铁卡里 明明有7块钱 我想坐两张地 票价就2块 也会被挡在近站的炸鸡之外 对 这个是因为什么 这个就是苏州一位大选女生 小吴的遭遇了 小吴的手里的地铁卡当中 还有7块钱哈 但是在刷卡的时候 却显示余额不足 请充值 他这按理来说 7块钱购买票了 为什么不让进呢 小吴也想知道原因呢 就去询问了地铁工作人员 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有钱 7块呢 询问他们那边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你卡内鱼额低于 单程票价的最高价 值后价就不能进站 我们有跟鬼家协商过 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规则 能是怎么实际的 有什么法律依据 他们都特别的含糊 然后也没有给我们一个 确确的一个说明理由 好像其他服务也得不到 什么有效的解决 一个请求是 请求他们这个条款的 13条是无效的 第二个就是 请求他们当卡内鱼额 低7块6的时候 炸机要显示余额 就不能只是打一个差 余额不足请权去充值 了解了吧 就是苏州地铁 它一号线全程的票价 是8块钱 持有苏州市民卡进站 是可以享受9.5折优惠 折后全程票价的 就是7.6块钱 而在卡内余额不足 7块6的时候 就不能进站了 这回您听明白了 所以卡里边只有7块钱 差了6毛钱的这个小屋 就不能够刷卡乘车了 我觉得这不合理吧 那我要是就做两站 也就是两个钱 卡里的钱都会做一来活了 那为什么不让我刷卡呢 小屋也这样认为 觉得地铁公司的规定不合理 是霸王条款 于是就一纸诉状 把地铁公司告上了法院 一个请求就是取消卡的余额 低于最高票价 不能够进站的规定 第二就是请求炸机 要显示余额 而不能只是打一个差 显示余额不足 请去充值 这说起来 小屋姑娘还真挺较真的 一般人一看见余额不足 就差6毛钱 我充值去了 也不会特意打一个棍子 不仅如此 其实在诉讼期间 小屋还跟其他同学一起 对包括北京 天津南京等16个城市的地铁 进行了调查 发现大部分城市规定 只有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的时候 才无法进站 只有他那里是按照最高票价金额来限制的 这真挺较真儿 我就说咱们沈阳也没这个规定 我每次都是等不够两个钱不够两块 看一眼我采取充值的 我退一步来说 即使我做的站多 我卡里的钱不够用 我在出站的时候 我充值也来得及 我补上不就完了吗 对啊 所以小屋的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双方也是达成了和解 苏州地铁公司同意改成 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 这事不错 真好 一次较真儿 就改变了一个不合理的规定 而且也方便了大家 说起爱照真儿的小屋 做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 也算是学矣之用 对于小屋的较真儿 有人表示很支持 说面对不合理的规则 不要去抱怨 要做积极的建设者 要做法律解决方案的 供给者和提供者 具体通过一个小小的事 共同来推动法律的进步 对啊 说得下 我们接着来说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知道了 罢作这个词 接下来这条新闻 我们要说一个罢口的事 什么叫罢口呢 它翻译过来就是霸占火车站的进站口 叫罢口 12月19号下午3点半左右 在大连火车站的北进站口 有一名男子就堵住了 唯一的十名制验票入口 几十名旅客就被挡在站外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看看去吧 这个票呢 是大连北的 做不了 我说他改签到南楼去办理 对啊 你等你给我带走啊 带走我跟你走 你听不听啊 你跟我走走好吗 我现在已经改完了 我在网上改完 我手机没有电了 听明白没 我现在改不了 我现在到南一楼去办理 不知道这些啊 他就这么挡 我不认识 南一楼数票庭 我不认识 要不把口罩出来 我不认识 让不了 为什么 原来这名男子 在大连站进站验票时 出示了一张 从大连北站始发 中道安山西站的高铁车票 检票人员要求男子 到售票窗口巴黎改间后 再进后车室 男子随即堵住了验票入口通道 民警赶到现场时 这名男子已经堵住 验票口四分多钟 三十多名旅客被拦住 无法进站 民警反复却说警告 男子就是不让 民警随即采取强制措施 将男子带离现场 民警随后将这名男子 带到车站派出所 这名男子姓王 今年28岁 安山人 经过一番折腾 他的酒醒了 王某说 这几天他来大连见朋友 19号上午 他通过一款手机软件 购买了返程高铁车票 这趟列车是当天下午3点34分 从大连北站始发 不过因为和几个朋友吃饭喝酒 耽误了行程 他又用手机将车票改签 想要乘坐当天下午4点多 从大连站始发的高铁列车 取票后进站时 他才发现 自己的车票没有改签过来 在被车站工作人员来下后 一时冲动 做出了过激行为 你看哈 那说啥 本来找个朋友聚会 喝点酒的事挺高兴 结果能那么个瘦场 能这么尴尬呢 这不只是尴尬的事了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最后大连铁路警方 给予王某行政拘留处罚 这小伙子 你好好长长记性吧 是啊 将来是新闻速度120秒 说近日 赵江杭州 一超市购物车中 坐着一名两岁小男孩 在嚎唐大哭 原来呢 孩子的爷爷奶奶 带着三个孙子来买东西 装完东西 就带着两个孙子 骑订瓶车走了 回家之后啊 才发现最小的孙子 还在购物车里坐着呢 咱说这对爷爷奶奶 心格真是够大的啊 这喜欢网购的爸爸妈妈 纷纷开玩笑说 以后啊 再也不敢轻空购物车了 说几个孙子